Good morning 当市长遇上皇上 事实上是两盆兰花和两盆建兰 左边这盆红颜色的是建兰市长红 右边这盆是银边大贡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市长红 这两盆都是原生兰 那市长红是因为是台湾的 是他就是被悬遇的时候的时候 那市长那个市长很喜欢吧 大概是就给这个兰花去的名字 就叫做市长红 那么右边这颗银边大贡呢 传说是宋朝的时候 然后皇帝赵宽印他喜欢 就是建兰里面的这个素性的兰花 那么就因为那时候是供给皇上的兰花嘛 就选成这个供给皇上的兰花 当然是很优秀的咯 就叫做这个银边大贡 贡嘛 就是就是时候什么好的都要供给皇上的是吧 都要进贡的 像供里进贡的 好吃的 好看的 香的都要进贡的 可想而知他有多好了 好的 那么这两盆呢都同时开 那我是觉得为什么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呢 我是觉得什么能够预见 什么能够碰上 那都是缘分 所以我很珍惜把它们放在 他们能够同框是缘分 虽然说都是建兰相同的差不多的开花期 但是只要错过两个礼拜 他们就没有那么好的机会能够同框 对吧 左边这棵也是一花剑 右边这个也是一花剑 这个 但是他们刚好都是事实上他们同一天开第一朵 所以他们相同的这个花剑的话 都是在此时此刻最美最完美 我都是户外养殖的 所有的果栏 包括我后面的这个小小的这个 我放的这个flower bed 这个地方的 对 就是一个小所谓的小竹林 那包括我后面的竹子 跟他们在一起拍 所以我说所有的遇见 我都认为非常的珍贵 这个都是缘分的 后面的是我的子竹林 年轻的时候是绿色的 到了成熟之后 他就变成紫色 深紫色 非常的漂亮 他们这个蓝竹双青 想得意长得也非常的好 那我们要不要这个走近一点看 因为他们都非常的漂亮 当然咯 一米开外 对我来说的话 两盆这样的话 是非常的香的 放香 非常的这个这个浓郁 芳香浓郁 在放香 放它的芳香 早晨的时候 阳光下我觉得更加清楚 手机拍我也不太会拍 就一边欣赏 一边这个拍了 好啊 这个走近一点看的话 更加的清晰 先看 先走进市长呗 市长红 它是这个 建兰里面的色花 非常的琴 非常的琴花 看一下 它的这个开的也非常的标准 营养好 上面有这个纹理 红颜色的纹理 红颜色的半 外三半 那么捧半呢 有两半 从侧面可以看出来 是往前捧的 叫捧半 捧半呢 跟它一样的色调 但是浅一点 然后中间的这个 花纹的话 略深 旁边的略淡 看出来不一样 舌头 非常的漂亮 舌头上也有这个 红颜色的这个花纹 然后鼻子是这种 象牙白 乳白黄色吧 非常的漂亮 好的 然后你看 它连这个花线 也有一点 pinky pink的 就是粉红 非常的漂亮 是不是 好的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我们这个 银边大贡 之所以叫银边大贡 看它的这个 它有叶翼的 它在叶子上 有两个 有两个 两边 它这个边的话 是有这种黄白黄白的 这个银边的 非常的漂亮 你看它这个 花的话也是 哎呀 这个真的是 说是素心 其实你看它的这个心 它有一点点 这个pinky pinky的 像腮红一样的 所以非常的完美 就是说 怎么讲 它集了这个兰花 很很 就是很 很多的这个优点 既有一点颜色在花心 对吧 但是又不过分的喧嚣 而且它的这个 你看花瓣 它其实有一点层次的 它那个外面 像有边翼 像有这个边边 一边边一样的 那个绿白色的 就是怎么讲 说它安静 它又没有那么boring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没趣 它又有一点小觑 你说它是有颜色吧 看见那朵 测到了吗 你看看 看这朵 看它那个心 侧面看 有一点粉红 看见没有 啊 就是这么微妙的一点颜色 才让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珍贵 而且兰花的特点 就是这样嘛 既不仅是这个 非常的香味浓郁 香味就是又又又又清香啊 这个你想在我们这个 最近我们都是接近100度的大夏天 如果光有春蓝没有见蓝的话 那么这会儿漫长的几个月 夏天的话就没有赏蓝这回事儿了 你看它多漂亮 哎呀我的镜头都舍不得离开它 就是那么一点微妙的那个粉红 你看让它整个增色出色 净显蓝花本色 哎呀太漂亮了 你看哦 这个外面的外瓣是外瓣 然后捧瓣是捧瓣 然后蛇瓣又非常的这个 不是说惊艳 惊艳这个词还不够来好好的形容它 就是那种既雅 蛇瓣又美 好 那么上完这个走近上完了以后的话 看一下顺便说一下这个它的生长的这个 条件好了 左边这盆其实我 放是淘粒半水培的 那淘粒半水培的话 所谓半水培的话就是 不是真的在水里 那给水的这个是有条件性的 那多种多样 我的这个半水培呢 通常是放在比较高的这个盆里 这个上是个花瓶了 玻璃的花瓶 然后两边打两个比较大的洞 在一两寸一寸半的地方 然后底下有水 上面就没有水了 靠的是水器和浇水的时候 从上面浇水对吧 从这个水器 那么它这比较瘦高的盆呢 它这个里面就足够的气 就够它了 那么下面的这个水就在这 上边我不再打洞了 这样的话反而能造成什么呢 造成它这个循环 这个水蒸气的循环呢 它空气它就从这样这样走 这样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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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这个中间这个部分的话 它就水气足够 好 我不止一盆是这样的 都很成功 两年下来了 这个事实上肥料的话 我只给了这个磨肥 春天一次性的磨肥而已 那平时的浇水呢 真是说不定了 对吧 因为我这个春天来了 太阳好 我又是这个外面的这个气候 根据气候来吧 冬天的话 其实它这一节水的话 差不多要到 加上雨水呢 差不多要到一个月哦 才会完 才会干 那它不干 你觉得上面太干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 我就放到水龙头 水龙头底下 就冲这里冲这里 水龙头的水柱下去 多余的水从这里漫出来 没问题啊 完全没问题啊 逃利半水培的 那右边这一棵呢 就是很传统的 事实上我都放在一个 就是塑胶盆里的啊 那么到它赏花的季节了 我一会儿白天太热了 赏花的话 我可以搬进去 闻香 那放在一个这个套盆里面 看到了吧 就是一个这个 普通的这个养蓝的盆 然后普通的植料 就是这样东西吧 树皮 石头 就是树皮 符石 还有一些就是日本的盆栽土 什么吃鱼土啊 什么这个 铜身沙呀 我跟别的一起混的 所以大概成分的话 就是这三样 也是春天给过一次磨肥 那 就这样咯 就是今天的缘分 两盆在一起 而且是完美的呈现 又香又美 镜头都不忍 离开 好嘞 谢谢跟我一起赏花 Thank you for watching 下次再会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